看到心情你的心情 我又來聽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一台班主持人 立委員 康蒂潔 先祝大家身體健康 麻煩春風 走路悟空 輸入成功 萬事解通 我是高雄秀建國 你現在收聽時看到聯報網 看到心情的節目 共同你歡迎回來 這個節目可以收聽的頻率是 大台北地区收聽 全境公布電台FM89.3 台中中華南島地区收聽 網春風公布電台FM89.3 台南嘉義分寧收聽 加路公布電台FM92.3 台南高雄賓東收聽 快樂公布電台FM97.5 憑侯地区請收聽 鳳聲公布電台FM91.3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主題 是青年入陣改變台灣 民進黨邀請少年人 現在我們的董博家 有一些訓練和學習 所以今天邀請的是我們民進黨青年部 我們的顏若芳 顏主任 主任你好 是 各位好 我們所有的聽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顏若芳民進黨青年部主任 阿風 顏若芳 我們阿風算很出名 沒有啦 阿風議員經歷很好 以前是我們的 現在在讀政治大學法學院的碩士專班 做在努力當中 也做過最年輕的議員 上一次 上一次 台北市中山大東區的 第十二次 是 現在是我們民進黨青年部的主任 所以這年輕人 這地方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也要跟阿風學習一下 沒有啦 委員是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互相交流 很多的議家 大家都會進步 因為我在看這年輕人 真的算 我二十年前 插政大學的時候 人家都說我很年輕 現在也年輕 墨一個年 二十年 真的是 歲月不饒人 自從委員的眼鏡 換成原型那種 徐志摩這種浪漫風格 變很年輕 上一次的時候就換了 所以是 我現在就說 如果回到我們的歐巴桑 我們的好朋友 我現在說這隻眼鏡是徐志摩 好性 對 浪漫 有文學氣息 是 那等著小朋友 我這叫做哈利波特 我還有帶一支魔法棒 真的 他這個魔法棒 那委員很有梗 我跟小朋友玩也很好玩 所以我現在在說 這個年輕人 真的是 尤其現在是網路時代 他在走很快 所以我們先來看 我叫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 是 參考啦 因為民調 就不一定很準 總是有人做 我們就拿起來參考一下 因為民隊 每年一月十月總統擺選 我們的 手頭族 第一次投票 這年輕人 20歲 到底他的投票 所以 這個 臺灣民意基金會 這個 李衛隊 所做的 民調 所投資的 竟然是這樣 蔡英文 10% 韓國瑜 33% 柯文哲 52% 還有另外一個民調是 萊青島5% 郭台銘29% 柯文哲 57% 這是 這個 李衛隊 民調 再來 還有 原件 原件的民調 就說 20歲到29歲 核七十多 這個 蔡韓科 是 蔡英文23% 韓國瑜17% 柯文哲 20% 這個時候 蔡英文就比較高 阿 賴郭科 是 賴清島13% 郭台銘19% 柯文哲 60% 所以 這 有時候 少年人在想什麼 我們真的 要去思考一下 再來 還有一個 最新的 這次 這當時 我看一下 這應該是 臺灣指標明掉 好像是5月的時候 而且他這給我 納入手機組 因為這手機 現在很多少年人 就有手機 沒有私在電話 他這個 在做 但是說 這個準確度 客觀的推論的 有效性 我們再來探討 他目前做的是這樣 我們就拿起來 純粹做參考 就是 蔡韓科 蔡英文是25% 韓國瑜31.5% 柯文哲24.1% 所以在這個 民調裡面 最新的 如果有加進 手機的民調 蔡英文是贏過 柯文哲的 一點點 是 那如果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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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調 賴韓科 賴清道 25.5% 韓國瑜 29.1% 柯文哲26.5% 所以 賴清道 又輸柯文哲1% 雖然 這些都是統計 誤差範圍之類 但是 約戀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說 這個 有自己手機 沒有自己手機 跟年輕人的議員 有可能真的影響 選舉很大 對 所以我們要來請教 阿鳳 就是說 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 可以這樣改變選舉的結果 沒有 因為 其實 我最近 跟很多大學生 其實我們都有 都有接觸 要有開槓一下 那 對於 柯文哲 先說柯文哲 因為你看 柯文哲不怎麼樣 從之前的 差不多 二月底做的那個 手頭組 柯文哲都到52% 57% 真的看起來很高 即便到現在 剛剛委員有連的 最新的 他都還有 有往下降 其實有往下降 但至少 他的民調都是在24 23 25 差不多都是這樣25% 差不多 穩定 那其實 四黨進行 阿鳳跟柯文哲一樣 都是第一任 就是上任 我當議員 其實這四年來 其實 我覺得 在柯文哲的年輕族群上面 是他真的很有 一把刷子 一把刷子是哪 一把刷子 他的刷子 真的還蠻厲害 其實 他真的有在經營 網路年輕族群這一塊 對 像說其實我覺得 大家有在講說 為什麼年輕人可以 義無反顧的 即便柯文哲 他講不對 大家都還是覺得說 沒關係阿伯就是誠實 又吃了誠實豆沙包 對 那為什麼好像他做錯事 不是講錯話 都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理論 就是像柯文哲所講 他說 為什麼他的年輕族群 會這麼高 就是說 像破殼的小雞一樣 第一眼看到那個母雞 好像那個就是媽媽 對 其實我覺得 在跟大學生討論 這一塊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 我跟他們說 那你們 為什麼支持柯文哲 你說 他很好笑 然後我說很好笑 是 第二個 很 很沒有距離 然後 對 第三個就是 他都說實話 我說可是他常常也說錯話 他說可是 柯文哲就常常就是會說實話 這是 這是在2014年 柯文哲出場的時候 給他們既定的印象 就一直就是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好感度 覺得說好感度已經爆表了 即便就是未來 柯文哲即便講錯話 他們都還是接受度很高 因為他覺得說 他講錯話 他就有道歉 你看他講錯話 就說 我失言我道歉 那 對於年輕人來講 他覺得說一個政治人物 要道歉 他們的印象是好像 都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那阿伯跟以往的 柯文哲跟以往的政治人物 不一樣 講話很直 很直白 即便講錯話 他會道歉 對 不會拐彎抹角 那另外一個點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小時候 可能很清楚 阿彤一樣 阿彤的爸爸媽媽 在我小孩的時候 對於政治 他們就會覺得說 小孩有錢沒錢 出去就不要亂說 什麼政治的東西 其實因為這是從 台灣人常常都這樣 都這樣 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 所以讓台灣人 都會覺得說政治不好 然後政治可能就是 長輩的灌輸就是 好像都是比較負面一點的 那就是叫年輕人都 你們小孩不要擦政治比較好 那所以到這些年輕人 他開始有意思 2014的太陽花雪運的時候 他們開始關心政治的時候 因為再加上之前長輩 的印象就是政治不好阿 那現在我開始要關心政治的時候 阿就塑造了 可能柯文哲覺得就是 藍綠都是惡鬥啦 藍綠都是 他每次常常講說 藍綠都是垃圾 類似像這樣子的語言 然後可能在 一些媒體塑造出來的 新聞畫面上面 會讓年輕人覺得說 那個什麼又是什麼 立願杯葛阿 然後國民黨怎麼樣阿 民進黨就是塑造成一個 好像就是真的政治就是 好像比較是負面詞 然後讓年輕人很討厭 政治很不好 政治很討厭 我不喜歡政治 然後但是阿伯出來之後 他都講實話講真話 然後而且重點是 他沒有黨派色彩 好像沒有包袱一樣 他都可以努力去做 不會被牽絆或幹嘛 所以這樣年輕人覺得說 好像就是柯文哲就是 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不一樣 好像可以帶給他們 不一樣的政治的想法跟理念 所以我在跟他們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就會發現其實 是一步步他是這樣塑造成 現在在年輕人心目中 柯文哲就是一個沒有政治包袱 然後都會講實話的一個 一個市長 一個政治人 年輕人都叫他阿伯 叫他很親 你看他在媒體上面就是 他只要出去 譬如說去一些地方上走的時候 好像就來者不拒 他要做什麼動作或什麼 大家都覺得說可以阿 以往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不行 可是他就可以 所以很親民 那很多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他這樣很好 那我就進一步再問他們說 那你覺得柯市長對於 這樣講好像變成我在黑黑科 其實不是啦 其實就這個探討啦 那其實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嗯 我就問他們說那柯文哲對於 市政上面 台巴奇的市政 在年輕人這塊 有沒有做出什麼樣的成績 嗯 其實他也講不出一個 說不出來 青年發展局啦 沒有 青年就業提高啊 差不多也是沒有 因為就是辦就業博覽會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那實際上真的對於青年上的關心 其實沒有 可是他很厲害 那個科威者很厲害 就是在經營年輕人這塊 他常常會出現在年輕人出現的場合 對 就像你說 像之前他去電音Party 對對對 哇 然後譬如說他也會出現在一些 街舞跳舞的比賽上面 然後 那一天韓國語去春啊 也沒有讓年輕人這樣開心啊 沒有 他那個手 他好歹也唱一個年輕一點的 沒有 像有一些音樂技 像柯文哲很 柯文哲都會去 嗯 像一些音樂盛事他會去 可是他就很聰明 他不會上台去唱歌 他就去參加就好啦 嘿 在那邊出現 然後讓年輕人看到 所以讓年輕人奠定一個 就是覺得說 他都很關心 呃 關心年輕人 對 然後在 然後也很放得開 所以在年輕人這塊柯文哲 一直都有 很強 尤其是他20到29歲這一塊 嗯 是真的支持度非常非常的高喔 因為我看手頭子 竟然是都50% 很高 非常高 對 那其實 呃 但其實 委員你也要看一下就是 剛剛你唸的那民調裡面 其實有一個 除了台北市 除了台北市之外 他去外縣市柯文哲的支持度 因為最近不是都在跑跑走嗎 對 到處走嗎 對 那之前就有看到說他年輕人這一塊去到不管去到哪裡好像都很都很熱情大家都很熱情大家都很喜歡可是他在台北市的支持度是明顯的往下掉對這就是我們都說遠距離都是美的朦朧美 對 對 他就是叫做遠觀可遠觀但不可卸外言就是你不能近距離看 對 要遠途說 對 所以其實在台北市你看他的民調其實這四年來掉了非常非常的多 對 這其實以外的看法 對 跟韓國瑜要選總統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尤其韓國瑜又比科技嚴重 你剛好當選市長 嗯 高進剛好做還沒半年 對 那就要選總統了 對啊 這其實在我們基杉裡面 扶養給人印象很壞 就是說你剛好椅子坐起來 就要不燙了就要換位 對 所以韓國瑜讓我們高雄人最初詬病的 就是說高雄人在那些困難的情形 大家都看你不可能動算 看你不可能動算 不然當然有很多因緣際會 很多原因 最後的結果你就動算了 你動算之後沒有你也好好做 嗯 啊結果 你又做了百年 啊 最近 你想像市長總結孫 他不是說他真的回答到日日日日日 對 你說市長沒有用功 還坐還沒燙 他要坐還沒燙 就有個想要換總統 所以 這個部分讓高雄人很多人很失望 哦 對 啊當然科匹 他雖然是第二任 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說 哎 你這第二任比較半年而已 對 對啊 就要先走 就靠屁他們爸也沒什麼贊成 不過大家都說那個 他們都比較屬於女性發聲比較大 權力比較大 大家說說他們爸爸說的比較沒遜了 應該是這樣說 他們爸爸比較黏 他媽媽比較多 對 對 可媽媽其實 之前選舉浴滾 都有浴滾 非常非常的活潑 所以就是說 你說什麼人做主 其實他後來是自己要做主 自己身有太多了 因為 柯文哲 以我了解 他們說他真的是有一把刷子 是 他在那個 演講 對 其實我比較過柯文哲跟韓國瑜演講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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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方面是比韓國瑜比較有來在 是 他真的是演講 他是會讓大家想聽 對 不過韓國瑜 我上次看他去四星行演講 我聽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說的比較簡單 他都是口號式的東西 對 柯P他不是說演講你聽他說的 他屬於內容 有準備 有準備 對 所以就說少年人到底是在教他 他對一種的呢 就是說 剛才我們阿彭講到的這麼多 那個 講話很頂 很老實 說不到的 還會 度限和傳統的政治人物比較不一樣 啊 總共一句就是說 他這樣 從第一次出來選舉 高進 啊 風靡年輕人 啊在這裡幾乎是都沒有三六歲 在少年人的心目 20到29啦 所以這是柯P很厲害的地方 啊當然我們 站在我們民進黨要來辦這個青年入政計畫 啊 是說要來辦這個青年選戰營 啊 就是說 我們要先了解白人 他比較厲害在哪裡 要是用什麼方法 啊我們要來檢討說 啊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可以了解說 啊少年人到底 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啊他的輸球是什麼 對 我們要做一個更像就不了解 啊在後面我們要把少年人 倒三天的時候 才可以切重要害 沒錯 才可以得到他們真正的心 我在想 我上面也有說一個笑話 現在不缺民進黨 不缺國民黨 啊 現在缺的是感動 啊 打動人心 啊所以這棟喔 現在算是最大棟 對 所以我們要讓少年人感動 啊我有在推你生 我知道你的需要是什麼 對 我要怎麼幫你破壞 讓你以後 比較有前度 生活比較好 啊大家可以騎到天 所以這很多少年人關心的議題 我們現在喔 先休憩一下 是不是講過了 啊待會喔 我們這阿風 還回來跟我們講喔 少年人最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啊來和大家聽著網友來分享 好 我們先休憩一下喔 歡迎回到這部現場 我是今天台版主持人 高雄雄雄公 高雄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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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來我們快樂電台 我還有一個FB 還有我們民進黨青年報 那FB 幫我們試一個讚 謝謝 這位民進黨加油 這位替我們台灣加油 那今天喔 為大家 介紹的來賓 是我們民進黨青年報的主任 我們的顏若芳主任 阿風你好 是 委員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風顏若芳 阿風就知道說 少年人真的有差 其實我也不少年了 插幾十天了 真的喔 整少年插到老 我都說 都給你們這少年來揪老衣這樣 不會啦 我要跟委員說 有年輕的心就會年輕 對對對 這是這點喔 是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喔 嗯 我有一次去社工團體 是 去支持 我說你們這裡都社工員 應該是EQ 情緒管理都要做 對呀很好 我就說 其實我真的很多心情賣 我說後 你不知道現場 有一個社工員 鄉鄉畫一聲 插大 喔 畫很大聲喔 嗯 喔 那現場喔 所有的 徽環喔 大家都點了 我聽到 畫大聲插大 大家都點了 我用那條工 聽三秒 我都沒說話 嗯 那現場 一陣靜末 冰凍了 時間深淨冰凍 對對 時間都被冰凍 對 對這三秒我說喔 這位 先進 小姐 其實坦白說 我真的不是炒大 我說喔 我吃到前後 我五十三歲 嗯 我母親也不要跟我們買過 喔 喔 喔 我兒子前後 我二十六歲了 對 我不會買過我兒子 喔 所以你沒有動怒過耶 我跟我老婆結婚二十七年了 對 我也沒有罵過老婆 喔 喔 我做洪山市長喔 五年啦 四年 到縣市合併 到十個月啦 對 我沒有買過保障 哇 喔 所以有的人說我這順 想要溫和 我都 我怎麼不想要命 我就說到你 我愛你怎麼改善 對對對 啊這是我的風格 啊當然就說 這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的 開口啦 嗯嗯 啊當然 你要用什麼開口 所以剛才說到 柯批他常在說 藍綠 其實 我有一個感覺是藍綠 有一點對抗了 比較嚴重 嗯 就是說 我只要說到你 不一樣的 啊改成立場就要騎對空 對空 剛才像那時候 我們這樣說 美豬啦 是 瘦肉精啦 萊克多巴胺啦 是 啊你到底要給他 鎮靠 我還要給他鎮靠啦 以前國民黨接種的時候 民進黨是要求 不能有 瘦肉精 所以不能鎮靠 嗯 現在國民黨接種 和國民黨要求 不能有瘦肉精 不能給他鎮靠 再來我們說日本 核實災區 核災地區的食品 對 以前國民黨接種的時候 民進黨要求 核實 不能鎮靠 嗯 現在國民黨接種 國民黨要求 核實 不能鎮靠 所以我的感覺就說 唉 其實這個藍綠 對空 我現在感受很像 就是說 我們以科學來看 是 我們瘦肉精的含量 沒有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有一個標準 美國 歐洲 日本 要求最嚴格的標準 我們就拿出來 你只要不超過最嚴格的標準 嗯 我們就可以 符合他們的標準 自來 對我們的健康影響 對我們的健康影響 可以說不太大 對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瘦肉精 用美國 日本 歐洲最嚴格的標準 你這個 核災食品出來 你會輻射 我也是用美國 歐洲 日本最嚴格的標準 一樣 規範 聽著朋友聽著 會感覺你會接受 不管你民進黨 不管你國民黨 不管你人和的政黨 嗯 科學可以代表的東西 對 我們不要用意識形態 去用對抗的 對 這是台灣目前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 你比如說 我們在計劃青年人 對 比如說房價高 低薪 不敢結婚 不敢生的兒子 對 又託政策 這很多 這些少年人 中時的問題 對啊 所以就是說 這次民進黨 離抗一半年 屬於選書嘛 對 選書就是選書的面對現實 要怎麼檢討 改進 對 檢討改進 才能找回信任 對 你檢討 確定在哪裡 改進 要怎麼改進 包括這個難力對抗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朝著怎麼樣幫助年輕人 這樣比較重要 對 所以阿鳳我們現在就是說 到底民進黨 算 比較有在財美少年人的政黨 到底 我們少年人最關心的議題 民進黨有什麼看法 要怎麼做 對啊 其實我最近 剛才委員有說到 最近其實五月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 報稅季 對啊 今天也是這兩天也有一個民調 就是 有感的政策 大概有七成覺得說 幫年輕人減稅 幫收入 沒有這麼關心的年輕人 或家庭 那幫他 甚至有些可以免繳稅 其實大家有七成都覺得非常非常滿意 覺得有受惠 那我剛剛說 這件事情讓年輕人覺得說 喔 這真的是說 經濟 政府所講說 經濟好 經濟好 但至少會讓大家覺得說 國家經濟好 可是相對的年輕人也有受惠到 也有感受到國家經濟 在發展在往前進的一個狀態 這個問題 我感受很像 我要發表一下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沒有繳到稅 這個問題 我一直感受很像 就是說 因為我一直在想 蔡英文總統 都會跟我們說 經濟成長率提高 平均GDP提高 數字都有好漂亮 平均薪資所得提高 對 這個到時候都對 但是 技術覺得說 愈難 是怎樣 因為我思考這個問題 我怎麼想很久 就是說 一開始聽到的時候 我說 他說就對 為什麼技術覺得不好 我回想以前的研究 做總統的時候 他們也都這樣說 經濟成長率提高 平均薪資提高 他們也都這樣說 不然我去比較兩行 第一行就是說 他們說經濟成長率提高 蔡英文總統進來 其實十匹麥級進來 又進步比較多 所以就你說 我們要把蔡總統額勒 但是 現在台灣叫M型社會 M型社會 就是說 高所得這平均 它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率提高 帶動平均薪資提高 但是有一個連帶的問題 就是帶動物價所得 物價指數提高 物價上漲 我在基站這邊 我在基站這邊 我薪水沒有提高 你物價提高 我是不是覺得相對補奪感 我是不是覺得越辛苦 對 所以這是台灣基站辛苦的地方 我們要把這一點說給你知道 所以這次的減稅 他們說 我們也感謝 我們民進黨 有檢討改建 因為我現在在基站在說 很特別 我都跟他說 這樣要怎麼減輕少年人的負擔 就是高所得M型社會 這邊人家 建立一些稅金 來做社會好利 基站這裡要怎麼讓 少年人 可以感到一支比較好過 減輕的負擔 有兩個方法 嗯 第一個方法叫做 每個人都發大財 哈哈哈哈 今天發大財很有名 你想每個人都發大財 夠可能 好 很困難 對 所以第二種方法就是 減少 減稅金 減稅金 讓少年人減落稅 對 所以剛才阿彭說的 你等下再跟我說一個 台下少年人 怎樣 要落稅 反而是誰 你如果在這個月給三萬 好 這樣 一年多少 生的小孩 台下你的稅金 可以換什麼反而之類 可以免落稅 對 這樣就是說 我們政府真的有心 去減輕我們少年人的負擔 所以我再說一下 減輕少年人的負擔 兩種情形 一種叫做發達財 做得夠嗎 一種叫做減稅 減落稅金 實在做得夠 我們有在做的 讓我們少年人的負擔 台下減稅金的情形是怎樣 阿彭跟我們簡單解釋一下 其實減稅金就是 家庭所得好像說是40.8萬 對 然後 一家四口 小家庭 然後含 如果家裡有五歲以下 兩個五歲以下的小孩 年薪資是123萬 然後 這基本上是不用繳稅的 我知道說 如果你月薪平均大概是3萬 3萬 3萬5吧 差不多3萬5以下的其實 一家月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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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月13、五半月 對 這樣算起來 單身啦 他説單身 就像阿彭一樣 40.5萬 對 一個人40.5萬 如果一對老婆 我們算40萬好了 這樣比較好算 一對老婆 兩人就80萬 對 如果還養兩個孩子 就120萬 對 大概就說 你今年開始年薪120萬以下的 一家四口的小家庭 小小家庭是不用繳稅 這樣就不用繳稅 對 如果年薪120萬 除以12個月 對吧 一個月也10萬 差不多 所以如果一個月一個小家庭 10萬錢來算會得過 但是 我們現在蔡英文總統就是說 這個10萬以下的 年薪120萬的一家四口的小家庭 我們從今年開始不用繳稅的稅 對 所以 這個就比發大財更簡單 可以讓我們生活更好過 對 而且他就是那個 可以可扣除額的比例也都 金額也都拉高了 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 這叫做清稅減症 就是說醫療政府 清稅減症是我們要繼續要求 政府繼續做 繼續發展經濟給M型社會 你的高端這家 多賺錢 這就是在拼經濟 對 拼的經濟 以外 讓GDP成長 啊 物價所得 成長 啊 物價指數 它的對管嘛 我這個基杉這家 一定要清稅減症 清稅減症 要不斷去配套 你比較不會讓我這個基杉的 少年人覺得說我是錢 對 對啊 啊而且除了年輕人之外 其實我覺得 淨戶小英總統其實那時候也有講到說 托育的 因為就清楚 我相信說全台灣都一樣 就是托英托育 啊尤其是公立幼兒園 嗯嗯嗯 喔 要抽真的是很困難的耶 我跟委員也報告就是清楚說 之前我做議員的時候 我選區 應該說多數都是一樣 對 因為你知道 他的名額本來就不多 嗯 啊公開 啊優先入學的譬如說 啊中低收啊 原住民啊 啊 啊如果說你有哥哥姊姊一定在那些學校 都全部都優先入學 嗯 啊剩下的名額再拿出來抽 你知道他存多少嗎 存多少 存多少 存兩的 存兩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對 然後 就說 人家是比重樂特還要 哦 真的 兩個 兩百個抽兩個 因為前面的優先入學都進去 啊現在就是說 呃 中央政府的政策也是希望說 啊有些私利的可不可以改成 非營利幼兒園啊 嗯 然後像今年八月好像就是那個 如果說呃 補助的這個費用好像全部都往上提高 嗯 那說你有念私利的 哦這些補助的都有提高 嗯嗯 那其實 我們都希望說私利幼兒園其實如果變非營利 或者是政府能夠 嗯 多補助 你看 那說呃補助 一學期譬如說補助八千塊 假設啦 嗯嗯 哦那欸其實八千其實也很多欸 嗯 可以讓一個繳家庭至少能省到一些錢 就省一些錢 所以我覺得 那個脫幼其實在減稅這塊 嗯 再加上脫幼其實會降低很多年輕人的負擔 因為 掉進去 我的想法其實就是說 你對於年輕人的政策啊 齁 因為年輕人要出去外面打拼的時候 除了就是你的薪資之外 其實你要給他放心就是 家裡的兩端一個就是長輩 嗯 一個就是小孩 那說你也當說啊 我們的長照 長照如果建立的好 然後讓很多的長輩其實 就像說啊 可以讓他們去上上課啊 運動啊 然後有個地方可以照顧長輩 欸年輕人其實他不會擔心說 爸爸媽媽一個人在家裡 嗯 他會擔心他可以讓他們有地方去 啊 幼兒的部分如果我們把這個公利啊 非營利啊或是這些補助把他 再建置更完全的時候 年輕人就覺得說欸 我把小朋友送去這些學校 欸負擔不用那麼高 嗯 那其實在出去打拼的時候 他可以把心中這兩塊最大的石頭 可以放下的時候 對 我剛剛說這個 也許在提高薪資上面 可能我們會有一些困難慢慢 至少都還有再往前進 可是你把這個他們心中兩塊擔心 跟負擔最大的這塊 嗯 把他們降低負擔的時候 其實我對我覺得對於年輕人來講 然後尤其現在少子化 像我們家就兩個 呃我們家只有我和我哥哥而已 其實我們就會覺得說 欸減輕 腳孩跟 減輕負擔 這隻負擔是減輕非常非常重 而且尤其是心理上的那個負擔 也會減輕很多 所以比較簡單說就是說 現在少年人就 沒要結婚 不敢生孩子 對 主要就會說 我生孩子 要養孩子 對啊 這筆費用 是很重 對 所以剛才阿鳳有說 有地方要怎麼減少 剛才第一個 我們已經說 減六歲金了 對 再來就說 你如果有生孩子 還是要怎麼讓孩子 他的教育費用 還是他的生活費用 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擔 政府到底是做什麼 我們現在還要休息一下 入一個公告一下 待會兒 回來我們請 阿鳳又跟我們說 就說 到底你孩子 我政府現在怎麼幫你補助 可以讓你生錢 可以讓你輕鬆 可以讓你加生孩子 這樣 以後我們社會就會越來越強 像現在少子化這樣 國安問題 對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歡迎來到這位陣營 我是今天去台北主持人 高雄商業公 康德傑 請大家有時間 來我們看到電台 我個人的FB 還有我們請民進黨 請年報的FB 幫我們支持一下讚 讚讚讚 幫我們台灣加油一下 是 今天邀請的是 我們請年報 我們的民進黨主任 請年報主任 我們的顏若芳主任 阿鳳你好 吳文你好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顏若芳阿鳳 所以剛才說 就是我們 我們減稅金 就讓少年人 可以比較輕鬆 另外就是說 現在這個 準公托 跟準公幼 這些就是說 你 你 邀請到阿鳳 我們說的 就是說 你要去特工立校 兩百會抽兩塊 對 金本都沒有開 對 所以現在政府是說 你邀請到 修立的話 好 我現在設立一個 叫做準公幼 公公化 準公化 我就是說 來 你教你我政府的這個計位 當然我政府的那個計位 我幫你要求 比如說 第一 現在 幼地行很多老師 他的薪水是差跌跌了 對 比如說兩萬三 兩萬四 兩萬五 對 你如果教他 我這個準公公化的幼稚園 我會幫你要求 最少的兩萬八 嗯 就是說 提關我們的幼稚園老師的薪水 嗯 當然 我 如果孩子去特這個 準公公化幼稚園 本來我一國 可能要交七八千 甚至十萬塊 嗯 嗯 啊 我家長現在交四千五就好 哦 交四千五 出了政府 減一半 出了政府 保護幼稚園 對 所以就是說你自己我準公公化 我一來 我用政府的經費 來減少家庭 孩子的家庭 孩子的負擔 嗯 第二 我來增加這個 幼稚園教學老師的薪水 可以從低薪 賣向薪水的提升 對 所以這是政府的方向 啊你如果總 有的人說 我跟阿公阿嬤 我就在家裡騙了 自己騙了 沒關係 一個月又兩千五 對 對 那本來是中央政府 啊這就是說 我們專民就是說 啊少年人 因為你要生孩子 你要娶孩子 政府一定要創造少年人 比較好的環境 所以啊 先把這個環境創造好 我想今年 我們川英文總統 在這個部分 我們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啊 做了古年 孫書 改善的骨頭行 我說的 檢討改善 取悔 信任 啊這檢討改善改要求 我們結束要求 啊但是 有做得好 我們改俄樂 也是要俄樂 對啊 做這個部分 給我們聽這朋友報告一下 啊再來就是啊 這個青年入政計畫 這個民進黨 其實跟國民黨最大的 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 都有一些財務的少年人 的活動 啊活動 有分兩種 一種是第一季的 的訓練團隊 就是兩天一枚的啦 對 啊一種是 訓練五六個月的 就是說 對文選 也好 組織也好 或是說一些 一般的地執 含政地有關的地執 頂頂啦 這些我們都有一些訓練 啊所以啊 針對我們 青年入庭 界尾 就是說 來島嶺啦 少年人來島嶺 要怎麼跟你訓練 齁 這個青年入政計畫 還有 青年選戰營是不是 請阿鳳齁 跟我們聽眾朋友報告一下 啊 你們島嶺 少年孩子 人家有興趣 不可以我們 民進黨都沒有這麼報名 可以 網路報名也可以 其實因為 青年入政計畫 其實民進黨每一年都有 嗯 啊 之前的 青年入政是 讓學生 年輕人可以去國會實習 立法院 看法案的推動啦 然後看一些修正的法案 或者是 一些 政府的政策 中央政府的政策 就是早期 少年人 訓練過 來立法院 國會辦公室 實習 實習生的 對來實習 來真的實際去參與政治 因為今年不一樣 我們就是說 因為政治有很多行 嗯 政治不是只有 在立法院裡面 其實很多 就是說 你去關心地方啊 然後去想一些計畫活動啊 齁 其實這都是政治 所以我們這次把青年入政 把它變成選戰特派員 對 選戰特派員 我們都知道說 選基的時候 其實 用選舉去訓練 一個人去做很多事情 不是說 很實務 而且範圍很廣 嗯 因為你可能會 我們會計畫說 這些年輕人培訓出來之後啊 那 希望說能夠有 未來 如果說人很多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 北中南看 有沒有辦法有那個青年競選總部 嗯 那不是說去本民主 去騎路口 其實本民主 騎路口 它也是選屋的 那也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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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啊 不過 少年人覺得說 發面子又不好玩 沒有跟你說 發面子也是一門學問 嗯 你要如何讓一個 他原本不認識你 然後透過再短短的幾秒鐘 嗯 你把這一個產品 把這個面子 遞到他手中 讓他願意看一下這個候選人 或看一下這個內容 其實 這也是一個很困難 所以 問這選戰特派員 其實除了這些 一般的 你所知道的傳統選物之外呢 其實我們最主要訓練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去策劃很多的青年活動 嗯 然後讓你去思考說 青年政策上面有哪一些 我們可以繼續努力 嗯 政府我們的 政府可以怎麼樣繼續往前進 拉近跟年輕人的距離啊 嗯 那其實這個青年入政呢 我們中間前面有一個訓練營 是6月23號到6月25號 我們這次是三天兩天 三缸 三缸兩枚 那個營隊訓練喔 嗯 那這營隊訓練 其實裡面 我們已經都有一些規劃一些很多的課程 包括說你說對於言論自由跟媒體的解讀 因為現在假新聞假消息 網路真的很多 你看的時候好像很真耶 好像這個數字都有好像都是對的 可是其實它是假新聞 嗯 它是假消息 對 那我們會訓練這些我們這些年輕朋友 如何去辨別假新聞假消息 如何去查證 包括说如何去防范这些假新闻假消息 还有兵推 兵推其实很重要 策略上的兵推其实在政治上面 一个沙盘推演 沙盘推演就是说 我们现在遇到了敌人 那我们的政策应该要怎么切入 然后要怎么做 然后跟基层选务实际有关的 包括说民主的概念 因为现在的两岸议题 很多人都会说 这是假议题 没有统战绝对不是假议题 因为中国其实对于台湾侵略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而且万万就是台湾的收藏会变成 建设就是我们是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 所以主权独立的部分 民主的捍卫 其实这些都是在课程上面 然后我们甚至还有说 让学生分组 你去辩论 因为正反方 其实辩论是一个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去训练思绪的一个讲法 不管你是正方或反方 可是你就会去查很多的资料 你要去看很多的消息 所以这也是可以辩别假新闻假消息的一个好方式 所以我们是实际的真的去训练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 有意愿 有意愿 关心政治 参与政治的 没有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 这个政治跟我无关 这些都跟我没有什么有很远的距离 政治与我有很远的距离 没有 政治其实就是 在我们生活周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真的都是政治 所以说政治就是管理政人技术 很多人说我没有参与政治 有时候我们在参与政治的 听到我们上升上升 我们在这边 你说你没有参与政治 改成我们算到 在推动社会进步 在处理个人合物的案件 你说这有算政治 这都是啊 所以就说其实 有人说你没有参与政治 政治一定参与 所以我们也是要顾问说 不管是少年人还是中卑 我们去经济一个 更好的政治人物 还是说我们去选择一个 你自己感觉更正確的一个政治理念 比如说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 这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政治人物是不是有人真 是不是有百度贴有东西 是不是有一个性 带我们来打拼 带我们社区带我们国家来政策 所以这些都是政治嘛 对啊 我感觉政治就是生活 一模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跟这年轻人开工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问说 你们觉得政治是什么 然后有人就说政治 他想象的就是说出来的那理都是负面的 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 政治都是比较负面的词 可是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没有我问你 如果说你家里那机车格不够 你觉得停车上面不方便 那你想要多画一些机车格 想要多争取一些机车格 你会去找里长嘛 你会去找医院嘛 那这是不是政治 这也是政治啊 那你说有理 如果说你家里头前的水溝好臭哦 水溝不通 那你想要让水溝干净一点 想让水溝通啊 不要淹水 那你要找里长要找议员 还想要找民意代表 这是不是政治 这也是政治啊 对啊 其实 所以你的生活每一行都是政治 每一行其实都是政治 真的全部都是政治 所以我就跟那少年人说说 你们不要觉得政治对你来讲很遥远 不要觉得政治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词 因为政治就是你生活每一步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实它都叫政治 对 所以 就要关心吗 我一直觉得 现在可能应该是分两种的看法 比如说 一种就是头上阿芳说 你所有的生活 那一切 有感觉没离别 有感觉没舒适 有感觉没好 所以改善的 这些都是透过政治来改变 当然现在有一个课点就是说 南绿的对抗 有点太严重 我们不要说非理性 就是说 你只要 哪时候接线我立即就反对 你立即就接线我哪时候就反对 这因为台湾其实这个所在 原来弄在那里 卡在那里 怎么不好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用科学 用一个素质 和世界各国 先进的国家 做一个比较 对 我们追求我们的进步 不然就大方是百分之百的理想 所以我有一个前辈 告诉我一句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下 他说 理想比较适多两步 算进步 哦 嗯 理想比较适多十步 是自己要找死的 哈哈哈哈 特别说 林静东 很一阵子 说理想太快 进步太快 对 大家跟不上 我们不能说 大家跟不上 你比较有追准 我比较没追准 没有 换个方式 腿部大胸大胸大胸 社会显身 他没办法接受 还没办法接受 你就要两步 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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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说 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 让我们民进党中央 方向他 再反映一下 要怎么走两步 两步 两步 让我们八生 会接受 看民进党的行动 最后就是说 我就想说 我自己要参加 还是我的孙子 刚才有想要参加 还是要怎么报名 其实 靠电话来 当中 或是 你进入到 民进党青年部的脸书 我们都会有 网路报名 现在网路很方便 你只要上网 点进去网站 网路报名 进入 民进党青年部 的脸书 就可以上网 报名 我们的青年入证 也希望说 我们家的 如果有 年轻的朋友 对静地 想要多拉近一点距离 静地就是生活 其实多关心一些政治 欢迎加入我们民进党的青年入证 一起来关心政治 来打招 为台湾来打招 报名的截止时间多久啊 报名我们是到六月初 六月车 所以就是跟台湾 现在刚刚好五月中了嘛 对啊 可能听众朋友说 就说你如果感觉说 我们这样打招不错 你的孙子 或是你儿子有幸福 你就叫他近上网 在我们民进党青年部 查一下 我们有青年入证计划 还有青年选战营 上官的外公了 你就看我们外公了 这个青年入证计划 就是五月底进党最好 对啊 对啊 先报名 他近来十五月 他近来报名 那也让孙子有一个 混乱学习的机会 对啊 没错 所以那个 你看到阿峰 你就知道要来报名 尽不觉得我们的 神清气爽 哈哈哈哈 这个主任可以带我们的孙子 和孙子计划一些东西 做会帐 做会带我们台湾打招 今天 很欢迎 我们请到年轻有活力 阿峰来跟我们接到现场 我们希望他要有机会 再请阿峰继续 来和我们分享 好 要怎么打拼 要怎么努力 让民进党可以更好 让我们的一带可以更好 对 今天很欢迎 邀请阿峰 谢谢阿峰 特别来和我们 听这边分享 谢谢阿峰 谢谢委员 感谢我们所有的听这边 感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这边 我们下星期 共同再会 拜拜 拜拜